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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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蘭第三,中路位置就另一隻劍,飛天劍,後面就怒怒富貴 9月25日的泥地試襲,前面那隻都即將會跑,合衝共濟 中路帶了面褲那隻飛天劍,他都拍著一隻高分馬旁邊,都一起追上來 最後都有勢,大力推騎就怒怒富貴,但你看那些腳法雖然都肉肉酸酸 但他都有勢追上來,反而愛馬劍就落到尾椅 是的,那究竟他會怎樣呢?頭罩、交叉、鼻窟、臉窟 全部這些試襲都有,但是是否祈求反而他不要那麼急 而試到泥襲這樣會好呢? 這些都是追風奇造的,陳粗其實看蔡那些馬,很小可感的形態 所以他很容易承認,又小小隻,這次要找國能 所以今季全部華籍助手試的時候,跟上季外籍助手很大分別 這隻翡翠騎丸,上次其實很黏的,頭段跟不上 不過騎士努力搶到一個屁 就算他拍集加了下午的貨都是好一點 接著見到這隻試襲的儀威,拍著他走就是扣女性感 後面,達魯非常黑毛,看看那隻儀威,他跑這場的 今次就抽到一個一檔,上季其實分數減了很多 直至到最後,季尾的賽事水準可能不是那麼高 就被他擁有一個第三,說真的這些集都不是特別 其實那隻性感都是有點重的,你看他走上來 九號碼那隻,第三位,但是叫做好過那隻儀威 我記得性感都一直不滿腳的,又是大大舊的 這隻儀威,比對來講,他小隻很多 上次就叫做爆了個第三,但我覺得跟之前的分別 其實不是很大的,可能是賺了,或者各樣東西 其他對手是壞的 再來就老老富貴,你鬆給他走,馬那些動作 你見得到都非常之肉酸,那些步法 前腳又有些拐得較高,樹起尾 但是外觀和走勢都比上手馬房好 好了,虎視眈眈就是外面的 我記得最後他扎了離跳這一副 就可能受到操控多些 上個星期四 看看這隻灰馬,就是燈膽精英 今早都比較大汗的那隻馬 走上來就很順的,平平穩穩地走回來 好了,來到第二場,四班1650 今次都有兩組四班1650 分別是第二場和第五場 兩場的出馬都不會騙的 這一組看上去其實一點都不強的 就是組別 繼續跟著當然是1號,快離步 這些難得他交得回 繼續在藥組,只要巴道不是太過蝕毀 三甲地遇上這些馬 其他講真的,很多馬都是不特別的 譬如你好像愛馬劍那些 當然他是一隻很難發揮的馬 用周俊諾 但我觀察周俊諾跑馬 其實現在真的越來越進步 你看看昨天那隻晴朗拍檔 其實都很難發揮 又有些矮,馬又高,頸又長 他都可以握得到他下去 可以拿到一個第二 其實周俊諾逐漸越來越好 希望他都繼續進步 另一位騎師就是波建士 我真的不太喜歡波建士 那些風格的,走外達那些更加不用說 你看他每一次短兵相接去鬥的時候 當然是左望右望 其實他的習慣不太好 你什麼時候見那些人短跑 在那裡左望右望 很少可 那我覺得這個習慣 我自己就不太喜歡 我不是考車牌有的 那些你要做給人看的那些 那些看他看什麼 不知道他看什麼 那放頭就是那隻雀鳥飛到 那應該他會放在前面走 而且他是挺健康的 因為其實這一組馬 六十分至四十分組別 但是五十五分就已經掛頭牌了 那所以你看到其實都真的 都不是弱的 不是強的組別來的 都是一些小號碼 我會覺得好一點的 一、二、三、四、五 那樣 就是你趁誰先走 那到時再慢慢 你再研究一下 再量一下 那其他的馬 我又覺得中大號碼 那些又不見得很特別 剛才我說虎視眈眈那裡 虎視眈眈那裡 虎視眈眈那裡 一隻比較重口的馬來的 整天都彭彭彭走 最後那兩貨拍 折了來 那馬開始受到操控多一點點 那留意著他的走勢 看看有沒有什麼變化 不過希望就不要雷工作 還有那隻雀鳥飛到一起 在前面就大家亂那麼肥 那到時再看形勢 第二場賽事都研究過了